这个案件当中的犯罪嫌疑人陈正平啊 在这个南京的汤山开了一家小饭店 因为和另外一家这个饭店之间呢 有这个生意竞争 所以他心怀恨意 于是就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灭鼠药 毒鼠墙 对对方的小饭店进行投毒 那在那天早上 在那家饭店附近的那些学生民工以及居民呢 因为食用了那个餐饮店里的油条烧饼 麻团等食物之后就中毒了 而且这一中毒损伤惨重了 当时的案件呢 因为在这个小饭店里吃饭呢 当地的居民呢 有300余人中毒啊 其中42人死亡 最后犯罪嫌疑人李正平啊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被判死刑 所以老刘想说呀 这报复二次的背后的惨痛代价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呀 人生在世啊 大家呀 能想得开一些 就想得开一些吧 好了 好像要跑题了哈 那接下来老刘 去给大家讲一讲 这起案件当中的一些原委来由 2002年9月14号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 发生了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 作为这个中学和东湖立岛工地附近的学生啊 还有民工呢 因为食用了油条 烧饼 麻团等食物之后 陆续发生了呕吐 吐血等中毒的症状 一共造成了42人死亡 300多人中毒 警察明 陈正平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 经营着橘红面食店期间 为了琐事 与汤山镇正午面食店的业主陈宗武 发生了矛盾 陈正平见到陈宗武的面店呢 生意兴隆 于是怀恨在心 意图报复 所以呢 用毒鼠墙害死了个人 这个事件是1949年以来全国最大的中毒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陈正平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正平啊 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会上诉 为时原判 陈正平于2002年10月14号被执行了相决 那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呢 听老刘啊 给大家讲上一讲 陈正平和陈宗武啊 是在江苏省南京市的江宁区汤山镇 各自开店经营面食早点生意 他们家的两个店子呀 乡林 陈正平眼见陈宗武经营的面店呢 生意兴隆 而自己经营的小店却生意清淡 于是心生忌妒 再加上两个人之前呢 曾经因打牌 发短信 这些琐事啊 发生过矛盾 所以呢 就产生了在陈宗武店内投毒的恶念 2002年的8月23号 陈正平购买了毒主墙的鼠药剂 12支 粉剂50克 并在小店里做了试验 9月13号晚上11点多呀 陈正平潜入了陈宗武的面食店外 他这个操作间里将毒鼠墙就投放在了白糖油酥等食品原料里 并且加以搅拌 次日早晨 陈宗武面食店使用插有毒鼠墙毒药成分的食品原料 烧制成的烧饼 麻团等早点出售 导致300余人食用后中毒 其中42人死亡啊 这起南京的汤山食品中毒事件发生之后 一场与死神争斗生命的这个战斗即刻打响了 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是高度的重视 立即做出批示 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尽最大努力去抢救众毒人员 做好案件的侦破工作 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 公安部卫生部立即派出工作组 赴南京协助工作 南京市委的书记李源潮 市长罗志军立即改复现场 指挥抢救要求集中一切力量 采取一切措施 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抢救每一个生命 南京市成立了以罗志军为总指挥的现场指挥部 省市委证部门及承担就职任务等医疗单位 正在组织专家用最好的设备和药品进行抢救工作 事发地的汤山医院呢 最早呢 是在9月14号凌晨5点多钟 接到了中毒者 6点45分以后 又有许多中毒者呀 源源不断的就被送了过来 起点过后 医院里仅有的30多张床位 全部都躺满了中毒者 不到半个小时 医院里的空地上 也全部躺满了急需抢救的中毒者 30多个医生啊 只能来得及做一件事 检查一下病情的轻重 然后立即送往南京市区的各大医院 从汤山医院到南京各家医院 沿途都有警察 只会交通 保证路途的畅通 路上呢 不时有开着警灯的这种警车呀 引导着装有伤者的出租车 就通往南京市区的高速公路 成了中毒者的求生的通道啊 可以说 这些受害人的病情啊 牵动着南京权势人民的心呢 省人民医院 军区总医院等11家医院 受命紧急救护中毒者 在解放军 八三医院 未将中毒事故迅速报告给上级文部门 副院长刑美成一上午 打了不下一百个电话 最后啊 连声音都喊哑了 平时穿着极规范的刑院长 没穿袜子 一双大脚啊 光着套在了皮鞋里 嘴里还在说 抢救病人就是打仗 哪里还顾得上 穿袜子呀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 记者了解到啊 第二天呢 就是这个医务人员 职称外语考试的日子 可是急救中心 改制全院的大部分的医务人员 全部都自觉的来了 大家都明白啊 眼下最重要的考试就是抢救中毒病人 南京军区总医院遣救的现场啊 记者看到中毒者的惨状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口吐白沫 鼻鼓出血 四肢抽筋 由于送来的病人太多了 医院就只好将中毒者放在了急诊大厅的地上 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呢 抢救室里 放满了担架床 医生们拿着这些医疗的仪器 忙碌的奔走在担架床之间 抢救室之外呀 伤着家属将医院是围得水泄不通了 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左右 一辆救护车急驰而来 两名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来一名中毒的小女孩 就在担架上 医生拿了一根肠管伸进了女孩的喉部 短短两分钟 女孩小小的身躯上就插满了救护管 开救护车的司机告诉记者说呀 他奔波于汤山镇 已与这个医院之间呢 已经八个趟次了 就连握方向盘的手啊 都已经麻木了 在另一家医院八一医院里 上午就得三十分 当记者赶到医院门口时 二十多位警察和三十多位的医院工作人员呢 从院门到急救室就组成了一到数十米的绿色的通道 每一辆车一停下来 医护人员就跑上前去 与死神争夺中毒者 南京汤山特纳投毒案犯罪嫌疑人陈正平 是在九月十五号凌晨五点多 在1659次列车上被城警给抓获的 9月15号凌晨2点40分 上海开往洛阳的1659次列车在徐州车站即将开车 列车的城警长崔万红接到车站值班民警传达了紧急通知 南京汤山特纳投毒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正平可能就乘坐1659次列车逃逸 请列车的工作人员协助抓获 并且提供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 以及身份证号等重要的信息 接到通知之后 列车长郭启梅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只有一个念头 绝对不能让犯罪嫌疑人在自己担当的车上溜走 列车乘务人员立即组织拉网式的排查小组 他们根据警方提供的相貌特征 以查票的名义 首先将南京预留的9号硬坐的车厢列为重点开始查找 对每位旅客认真比对 对厕所还有坐席下仔细查看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和可以藏人的角落 4点50分 列车从商丘站开车之后仍然一无所获 排查小组查到12号硬卧车厢1号的时候 看到一名男旅客侧着身子 草里面汉人露睡 城警长崔万红轻轻的推行那个人 那个人转过身拿出了一张南京到郑州的车票 轻松的顺眼当中透露出了不安 借着卧铺车厢微弱的灯光 崔万红发现眼前这个人正是要查找涉案人 不等那个人反应过来 崔万红一个虎扑将那个人扑在铺尾上 在其他人员的协助下将犯罪嫌疑人制服 崔万红迅速的报告洛阳体路公安处 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简单的询问 为了防止意外 崔万红等人对陈正平是寸步不离 严加看管 7点29分 1659四列车正点抵达郑州车站 崔万红等人将陈正平移交给守候在站台上的 郑州铁路公安处车站公安段 车站公安段进行初步审讯之后 随即就与南京方面联系 把这个嫌犯移交给南京警方 陈正平在案发之后52个小时被警方抓获 他于9月17号下午向警方交代 他因生意竞争心怀恨意 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灭属药 毒属墙进行投毒犯罪 据悉 罪犯陈正平只花8块钱 就在农贸市场上 轻而易举的获得了这种剧毒的毒品 陈正平这个人呢 身材极为肥胖 在邻居的眼中呢 他是一个很平常的生意人 这个人呢 其实挺勤劳的起早莫黑的干活 而且呢 也从来没有短金少两的行为 也没有看见他其他的劣迹 房东和邻居都说呢 他是一个从不拖欠房租和水电费的人 不少人得知 陈正平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都吃了一惊啊 而他的生意邻居 许熙云说呀 没想到是他呀 难道是变态呀 因为陈正平的大饼铺的生意呀 在周围生意人眼中看来并不差 而且卖的是大饼与肩脚 与陈宗武 他是开烧饼店的 他这个生意并不冲突 于是这些人就说呀 这各干各的不是挺好吗 为什么这样害人呢 害得我们周围的生意都停了 记者了解到陈宗武与陈正平啊 并非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是亲戚关系 而是比较好的朋友 而陈正平开大饼店的门面呢 还是陈宗武租下之后 再转租给陈正平的 据这个门面房的房东说呀 早些年呢 陈正平啊 在汤山也做过七八年的生意 后来呀 离开了一段时间 陈正平欠了陈宗武两三千块钱 陈宗武为了让陈正平有资本还钱 才将门面再转租给陈正平 那是2000年3月的事情 邻居和房东都没有听说过 陈宗武与陈正平有什么矛盾或者争吵 一个房东回忆啊 陈宗武的老婆呢 不太看得起陈正平 在牌桌上会骂几句陈正平 据说呢 陈正平平时啊 没有什么爱好 也就是打一点小牌 赌上几块钱 话说9月14号投毒事件发生那一天 直到上午10点钟 仍然有人呢看到陈正平在街上观望 在公安清查了周围店铺之后 陈正平走到门面房房东那里 平静的说 听说啊 陈宗武烧饼有毒 公安收了大饼摊 这几天也做不成生意了 我回家去了 你给我个电话 水电费过几天给你 房东事后回忆说呀 我当时心里很慌啊 没想到他倒比我还镇静啊 而另一方东回忆啊 投毒事件前一天晚上 陈正平呢 并没有什么异常 和小伙计回来之后 十点多钟就冲嘴上床了 不过呀 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奇怪 陈正平说是回南京铺口的家 那人为什么会到了河南呢 2002年9月30号8点30分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南京汤山投毒案 经过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正平32岁 出众文化 系南京市浦口区乔林寺人 1992年 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零六个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法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陈正平 威胁私分 投放毒害性物质 危害公共安全 并造成众多人员死亡的 特别严重的后果 其行为已经构成 投放危险物质罪 以投放危险物质罪 判处被告人陈正平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之后 陈正平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裁定驳回被告人陈正平的上诉 维持原判 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 依法核准 对被告人陈正平的死刑判决 陈正平啊 于2002年的10月14号上午 被执行了枪决 这些案件呢 发生在2001年3月6号 江西的万载方邻村的小学 发生爆炸事故 当场炸死42人 大多数都是小学生 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啊 当时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之后 海外的媒体啊 开始大量的转载 对于这个爆炸的原因呢 版本有很多 根据一些报道 说这次爆炸 是因为当时学生们正在做烟花的信火 而这种说法也成为了海外舆论呢 也用最多的一种 结果呀 我们当时的一个大领导 在一个记者会上 就主动的告诉记者说 他写到报告 说爆炸是因为一个精神病的男子 带着烟火炸药进入学校的教室 从而引爆炸药 把自己给炸死了 他否认了方林小学被当成烟花工厂 不过呢 海外媒体啊 并不买仗 认为中国政府隐瞒事实 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 常事啊 在现场进行采访的海外媒体 都被堵截在了现场之外的地方 于是即便是采访 也只能是对其他村子的村民进行采访 而且各自有各自的版本和说法 有的报道就说呀 这个江西的方林村小学 是在1992年建校的 从1993年开始啊 学校呢 就有做鞭炮的任务 有村民说啊 这个学校的老师 校长呢 说是亲工助学 其实呢 就是以此来赚钱 他们认为啊 小学生的眼睛好使手灵巧 所以一般大人 插一盘鞭炮引线的时间呢 孩子们可以做两个 在方林村呢 让年幼的小学生 插这个鞭炮的引子 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村民温成根 已经上初中的儿子温建平 上小学的时候 说就做过这些事情 很多教师的家里啊 都是做花炮的 他们往往把最后的一道工序啊 都留给学生来做 每天给孩子们规定任务 完不成任务的 还不许回家 如果向家长告状 教师知道了 还要罚贵 这个学校的四年级的学生 张慧芳告诉记者说呀 每个学生 每周有一节课做鞭炮 低年级的学生 插鞭炮引信 高年级的做炮饼 做炮饼 每人每节课三至五个 做多了 会得到老师的小奖励 什么发铅笔呀 本子之类的 如果没有完成 放学了不能回家 爆炸发生后 该校的校长张开根 曾经一度的失踪 后来在晚些时候 被警方带走了 那关于这个说法呀 我刚才说的大领导也提出来 如果调查出这一次导致学生死亡责任 是这个责任事故的话 他就要把这个乡长镇长县长全部撤职 而且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省长要给予行政处分 事实上当时这个大领导 已经亲自要求公安部长 再派一个专家组进行调查 到江西啊 微服私访 但是第二次调查结果呈上之后 领导也是非常不满意 在报告上批示说 看起来这件事还没有查清楚 没查清楚就没有办法吸取教训 也没有办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我呢 要再派调查组前去调查 公安部啊 第三次派出专家调查组 顿服万载 这一次调查组呢 只有四个人 其中呢 有两名爆破专家 以王百姓为主 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案卷 仔细的勘察了现场 走访了几乎每一名村民之后 他心里有底了 然而他也知道 他的话一旦出口 就会有很多人 包括各级的领导 自己的同行 可能都将受到处分 王百姓啊 可以说是彻夜难眠 他感觉到太沉重 太艰难了 但是他又想这不是儿戏啊 要对人民负责 对领导负责 不能掺杂 私心杂念 在这个调查报告中 王百姓对以前的结论提出了十二个疑点 比如第一 从这个卷宗来看 犯罪嫌疑人李锤才弯着腰 点燃了两腿之间夹着的二十五公斤炸药 那么为什么李锤才的身上没有炸伤呢 第二 既然李锤才是在教室第三第四排座位之间实施爆炸 为什么这个地点没有炸坑呢 第三 为什么第三第四排之间的学生没有一个被炸死 而是被预纸板砸死的呢 第四 四名以外的楼梯为什么被炸了粉碎 因为事关重大 带队的公安部的领导严肃的又问这个王百姓 你有没有把握呀 王百姓坚定的说错不了 说我可以派胸脯啊 但是这个调查呀 至此就画上句号了 我也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听没听明白 但也就是说呀 这件事四年之后才被披露出来 那在这个调查至此画上句号之后 警方啊 很多连这个调查结论也不敢明写了 不过呢 我在这里还是八卦的老刘哈 和他说一说 这个李锤才哎 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真正的爆炸的制造者呀 大家可以去考虑 因为呢 当年呢 这些江西省省长的省委书记都被彻职处分了 至于万在线的一干大小领导 也都引就辞职了 那那个李锤才不过是孤身一人 无侠无事 就算身在九泉之下 成了万无冤魂 而那些真正的凶手是谁 哎 这个呀 老刘也不好去伸说了 只能说啊 根据这个案件的一个新闻的报道 咱们就说这个案件的凶手李锤才 那这个八卦的事情 老刘就不太给大家去讲了 讲一讲这个李锤才 李锤才呢 是在1968年9月25号出生的 家境啊 是比较困难的 1997年呢 他曾经与一名姓欧阳的女子同居 并且生了一个女孩 叫李小贵 后来呀 这女的就离开他嫁到别处了 女儿李小贵也被送往别处养育了 1999年呢 李锤才呀 又准备与邻村的女子汤某某成亲 结果因为自己的经济条件差 没能成功 李锤才因此常有抱怨 每次到汤家吵闹 他的家人和同村的村民反映 从此以后啊 这李锤才的性质就变得怪异了 经常一人独处 孤僻暴躁 当地的群众呢 称他为巅人 经过警方大量的调查和综合分析 公安部的专家组的法医确认 李锤才具有精神病的症状 在李锤才家中 公安人员搜出了一本笔记本 和12页与其混乱 逻辑不清的文字材料 那在2000年7月12号的一份材料之中 李锤才写有 舍身炸掉 杀掉他们 把他们全部打进 等文字 在另一份材料之中 李锤才这样写道 我的战争 马上就要发生了 我一百斤 银粉硝 舍身炸光 烧光 最少要炸死他们几十个人 满事 一了 明确表明了 他要在人群密集处制造爆炸的打算 那在其他的文字材料之中 李锤才呀 还多次写有永别告别等字眼 通过调查 公安部门还掌握了李锤才具有精神病家族史的有关证据 李锤才在自己写的文字材料之中两次提到爸爸发神经生活一直很苦 另外呢 还有村民反映说李锤才的父亲有时候也是疯疯癫癫的 那公安部的专家和江西省的公安刑事人员 还有烟花爆竹专家在反复的开验了现场之后 认定这个爆炸点呢 就在教学楼一楼的三年级的教室里 在这个爆炸案发后的几天呢 记者呀 在万在县人民医院的急救室里 就找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幸存的三年级的女生 罗林根 此时这个小女孩啊神志已经非常清醒了 正坐在床上和父母交谈呢 罗林根就说 爆炸前我们正在上语文课 他告诉记者说 当时自己啊正端着课本在进行朗读呢 突然就听见老师喊一声快跑 他说因为自己呢 是坐在教室第四排靠墙的位置 还没有来得及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和这个罗林根同班的12岁的男生张树根呢 是救援人员从这个废墟中救出来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当他刚从这个昏迷中苏醒过来 记者呀 就对他进行了简短采访 这个张树根呢 断断续续的就说出事前搬上在上课听到老师喊快跑 他赶紧趴在地上接着就爆炸了另外有一名教师叫做邓成宝说是当时正在给三年级的学生上课的鱼儿老师 爆炸发生之后 他的下半身被埋在了碎砖石里 那天呢 在急救室的病床边 记者旁听了公安人员对他的调查询问 据这个邓成宝回忆说呀 当时呢 他正在上第三家课 大概有20多分钟之后 一名三十多岁的陌生男子带着两只装了东西的编织袋就出现在他们教室门口 邓成宝啊 两次劝他离开 不要影响学生上课 但是此人呢 坚持不走 就在邓成宝返回讲台继续讲课的时候 这名男子突然闯入教室 把编织袋放在教室的第二组第三排的课桌旁 当邓成宝看见这名男子手中已经打着了火石 立刻预感不妙 大声的喊道 会爆炸的 快跑啊 同时他拉起近旁一名学生往外冲 快到门口时 爆炸就发生了 在这起爆炸发生之后 出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公安部的领导亲自点向派出全国爆炸技术权威 法医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专案组 紧急的赶赴事故现场参与调查 公安人员中医的检验尸体后发现呢 大部分的尸体啊 都有爆然所致的烧伤 主要呢 都是在脸部 头发 以及双手暴露的部分 但是呢 还比较轻 在一度到前二度之间 那离乍点较近人员烧伤面积较为广泛 主要受这个爆燃过程中冲击伤 引起内脏 以及颅脑损伤死亡 距离这个炸点较远的尸体上 所见的损伤 主要是房屋倒塌过程之中 被砸伤 或者是压伤 导致颅脑损伤 创伤性休克死亡 那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呢 因为这个爆燃造成的损伤程度 最为严重的是一名校外男性的尸体 全身前二度烧张面积达90% 公安部的专家在对该尸 检验时发现 死者的左前臂与左胸腹部 形成了一种一致的损伤 数一次形成 胸腹间窗口内有玻璃碎片 这说明爆炸的时候啊 这些爆炸物呢 处在其左胸腹以及左前臂之间 而且呢 这个尸体的左前臂呈伸展位 颈部的皮肤褶皱处 没有火药烟韵附着 公安部的爆炸专家据此判断 爆燃发生瞬间 死者处在爆炸中心点上 并且呈低手抬双手 左手拿装有火药的玻璃瓶 右手点燃隐性的姿势 那公安部组织村民对尸体进行辨认 村民一致确认 这名死者就是方林村老屋案小组 村民李锤才 那说起来啊 这个万在县呢 俗称是江西的花炮石箱 花炮啊 作为当地的传统的出口产品 畅销40多国家和地区 权限多数的江镇农民呢 都具有这个制作烟花鞭炮的技能 根据刑侦人员调查 这个李锤才呀 从18岁开始就从事烟花爆竹作业了 也具备自己配置 绿酸盐类的烟花爆竹火药的能力 那在当地烟花爆竹较多的特定环境下 获取原材料比较容易 案发当天 万人员在李锤才的家中 还搜出了制造烟花爆竹火药的工具和氯酸钾 硫磺 铝粉等原材料 与事故现场提取的火药剪裁成分一致 据当地目击者称啊 发生这起爆炸的时候 这座小学方向一朵黑云式腾空飞气 巨大的爆炸声啊 令当地的民众颇为震惊 随即啊 当地的民众就赶往了事发地点 这时候村民们就看到啊 这个现场就如地震一般 被巨大的气浪冲击 随着教室倒下 被埋没在废墟之中 村民说当时废墟之中 到处都有哭咎声啊 那与之前的很多很多的 这个罪犯 坐下的这个罪恶一样 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七十几名的 伤亡者 而且是他们的家庭 时至今日啊 可能这些受害者 他们的这个名字 不能被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熟知 但是呢 三十八个花一般的少年 如果他们没有在这场爆炸当中死亡 想必现在已经在读大学 或者靠打工赚钱 养活自己了 而那四位在爆炸之中死去的 四位老师 如果他们能活到现在 我想啊 应该也一样是逃离满天下了 另外啊 那些在事故当中 幸存下来的老师和同学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从伤痛和惊恐之中走出来了 那些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家庭 是否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爱与温馨呢 这个案件呢 老刘要从淮北平原冬天的一阵寒风里说起 这一阵平原上的寒风 是吹得屋外的七番烈烈作响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安徽省林泉县的公安局副局长高杰 以及民警刘欣 王青春 仍然和坐在椅子上的犯罪嫌疑人对峙着 已经耗了两天两夜了 这名犯罪嫌疑人名叫变框 七年三十四岁 是林泉县白庙镇的农民 虽然只读两年书 却异常的狡诈奸华 凶暴残忍 是个地地道道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 话说呀 才2002年2月11号大年三十那一天 这个变框啊 已经被警方抓获五天五夜了 但是民警们呢 似乎并不着急呀 耐心的做着他的思想工作呢 下五点多呀 一直憋着劲儿 要与审讯人员比耐力的变框 开始沉不住气了 他声音颤抖的哀求说 给我一支烟吧 警员留心递上了一支烟 变框狠狠的吸了几口 一声长叹 哎 我败了呀 从一进来 我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不挨打就交代 真是太窝囊了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话说在2001年12月27号 河南省林泉县公安局院内啊 停满了白蓝双侧的公安警车 晚于结合部 十余个市县公安局行真的精英 齐聚林泉 共同商议 侦破这起系列杀人案件的对策 大家一致认为 这起系列案件的犯罪分子人数 比较固定 在两三人之间 作案时间重复 基本上都是在下半夜 选择的目标啊 大多呢 是在106国道和107国道两侧 县乡公路沿线的废品收购站 个体诊所 以及小卖部等零星的住房 犯罪分子作案的时候啊 无条件入室就挖洞 入室后呢 先用顿器将男人击婚后杀害 然后威逼女性拿钱 并对女性进行卫胁和强奸后杀死 从不留活口 经过病案研讨 与会者勾勒出了犯罪分子的嘴脸 公安部据此要求 各发案地的公安机关 立足本地 重点排查那些对社会不满 受过打击处理 或者有千科劣迹的人员 尤其是那些自觉与社会不相容 有报复社会的思想情绪 并且啊 长期有家不归 或者是咒服夜出的复案载逃人员 和劳改释放分子 此时犯罪分子似乎与公安民警们 叫上了劲了 安徽这一面啊 无戏可酸 他们在河南境内却加快了作案频率 而且手段越来越残忍 充满了对公安机关的公然挑衅 2002年1月17号 河南省尚蔡县杀人恶魔在这里上演了这起系列案件最害人听闻的一幕 一家老少七口人 转瞬之间全部命丧在歹徒手中 遭遇满门灭绝呀 当日凌晨三点多 上菜县朱湖镇 朱湖村四组张有家经营的废品收货站附近 两个以塑料袋蒙面的黑影再一次出现 黑影进屋之后 摸清楚情况和地形 又退出了房间 在门外耳语几句 重新进屋 而张家七口人 还在梦乡之中 一条黑影 就直奔张有良口子 不到两分钟 就采用先是撬棍打头 再割脖子的同样手法 将两个人杀死在了床上 另一条黑影啊 朝东间而去 张家双胞胎的女儿奋起反抗 和黑影就撕打起来 将黑影的脸呢 给抓破了 其中一个女儿夺命的 就向外奔逃 被刚刚杀完她父母的黑影 一棍子 就会撂倒在地 然后被割开脖子呀 在满屋子浓烈的血腥恐怖之下 离屋的女孩 也失去了反抗能力 被黑影轻而易举的给杀害 张有的岳母和儿子 一直没敢吭声 但是也未能幸免于难 被黑影用同样的方法杀死 最不幸的是张有的小女儿 虽然蒙着头 缩在被窝里不敢动他 但是仍然被拖了出来 就在他父母姐弟 鲜血骨骨流淌的尸身之侧 遭到两个狂暴的杀人魔王 轮奸之后被杀死 临走之前 这两条黑影啊 从张家东翻西找 搜出了不到七百块钱 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竟然说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笑语 说 一个人还贪不到一百块钱呢 最先进入警方视线的 却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二号人物 叫做福新远 这个人呢 袁系 曹电龙杀人抢劫 强奸犯罪团伙的二号人物 这个团伙啊 已经有九名罪犯 被执行死刑了 其中就有福新远的二哥福新海 和变矿的二哥变怀超 福新远侥幸落网之后 逃往新疆 林泉警方多次组织抓捕魏国 2月6号 林泉县公安局 黎州局长得到信息 这个福新远呢 出现在白庙镇汴庄村 警方立即指令 白庙派出所 实时抓捕 悄悄潜入 变庄村的变银刑警啊 很快就没有清楚了 苍身于 这个被处决的变怀超下重 警方进行了抓获 抓获了福新远之后 火速池原的专案民警 在检查福新远的邪子的时候 眼前一亮 多次看过系列杀人案件 现场民警们 对案发现场留下的各种痕迹啊 可以说是熟悉于心的 这个福新远 所穿的鞋子 是39码的 与系列案件现场 一流的邪印一致 在不断取得证据的支持下 福新远很快就败下阵来 当天就供人了 其参与这起系列杀人案件的犯罪事实 并且就把他们的犯罪团伙老大 便框给咬出来了 这个福新远 几乎哀愁的对民警们说呀 你们快到便家去 赶紧要抓住便框这个快刀手 要不然让他逃了 他肯定会杀我全家呀 下午四点多 林泉县的公安局六十多位民警 把小小的便桩啊 团团包围了 有群众反映说 这个便框啊 是往这个村西的方向而去的 残染民警迅速的就跟踪追击 越过大燕庄 身体素质好的民警张富村 韩伟等四个人冲到前沿 陆域一位热心的老农 这老汉呢 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说有一个白衣男人呢 刚刚向西边跑了过去 四个小伙子立刻意识到 这是便框啊 没有丝毫犹豫 每随而追 直到公路旁边 眼前的张富村 看到前面 一个白衣男人 正在抢一个妇女的三轮车 见到有民警追了过来 那个人呢 不打自招 汽车就向路边的卖地里逃窄 说是时那时快呀 四位民警 呈口袋状就包抄了过去 只有片刻功夫 那小子就被民警们给按倒在地了 捆了个结结实实 将此人押回 一案名正身 果然就是便框无疑呀 可以说呀 这个便框团伙的罪恶呀 天地难容啊 大连三十的晚上 便框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一五一十的就供认出了自己所犯下的罪恶 其先后伙同洛连顺 陈万杰 王雪芹 一些福新缘 或单独作案 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相貌平平的变况 脸上有一股凶骂之气 一看呢 就是心黑手辣之徒 他身上啊 有一段显为人知的罪恶事 十九岁那年 他就因为盗窃耕流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扶刑期间 由于企图脱逃 又被加刑半年 一九九三年 刚刚释放不久 同年呢 因犯抢劫罪 被河南省孟金县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之后减刑十个月 一九九九年底呢 释放 骆连顺和福新远一样 是之前我说的这个曹电龙团伙 披补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与变况的二哥 有过狼狈为奸的过去 陈万杰虽然是河南人 但是与变况呢 同在三文侠服刑 互相之间可以说是臭味相投 且为死打 2000年的春天呢 变况呢 到河南省鲁州市温泉镇 陈万杰家里去玩的时候 就认识了陈童装的王雪芹 陈万杰骑着摩托车 带着变况四处闲逛的时候 胡慎呢 把这个变况的腰给摔坏了 变况啊 在温泉治疗的时候 有丈夫孩子 又比变况大十岁的王雪芹 天天伺候在变况的病床前 主动的掏钱给他买药 变况的腰治好了 这对狗男女呢 也就鬼混在一块了 从此啊 王雪芹呢 是抛夫别子 跟着变况就东跑西店 变况 每到一个地方呢 先把王雪芹安排到了律社 然后自己出去 踩点作案 完事之后呢 就带上王雪芹 寻找下一个目标 王雪芹呢 就成了变况 一会儿作案的最好的掩护了 最令变况后悔的呀 就是当初 他不应该同意 福新远入活 在洛连顺 陈万杰相继被抓获归案之后 变况呢 还单独干了一阵子 这时候 福新远呢 就从新疆回来了 找到了变家 要求变况 看在两个人 二哥同时被枪毙的情分上 带着他一起去干 一开始呢 变况 急不情愿 这个福新远入活 老毛深算的变况清楚啊 福新远的身上 附有曹电龙团伙成员的案底 批不再逃 那公安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呀 一旦这个福新远落网 他肯定会就把他变况给咬出来的 但是福新远呢 软磨硬泡 不是发售 变况呢 这才勉强的把他收入账下 果不其然 变况说呀 他毁呀 就毁在福新远这小子手里了 总爱耿着这个脖子 相貌猥琐了福新远 对为什么如此疯狂的杀戮这个问题 有个特别怪异 而且恐怖的解释 他说呀 也不是为了钱 就是闲着没事干 杀人好玩 提到杀人呢 这个福新远更加习惯用宰这个字 宰人呢 变况呢 由于处心机率的想报复社会 不仅在凶狠之上 比他这帮死党又过之而如不及 而且呢 他还能在犯罪的过程中积累经验 反侦查的能力更强 相形之下 也更难对付了 他声称自己第二次入狱是冤枉的 因此呢 在狱中 他便案发是出去之后要在三年之内杀死一百个人 抢几万元脏钱做生意 反抗 结局不同 这起恶性系列杀人案件 在马年春节之前成功侦破 为民除了一大害 消除了一大社会隐患呢 春节前呢 林泉县的公安局政委 韩世成等人压着福新远 到借首室 陶庙香案发现场取证的时候 该案死者年近古稀的父亲 在自家门前扎了一个草仁 正在用自制的长毛狠狠的刺着这个草仁 嘴里还不停的喊着呀 傻人的恶魔 我炸死你 我炸死你 此情此景啊 令铁骨蒸蒸的刑警们都禁不住 双泪寒目 双目寒泪呀 在面对变况 这样凶残而狡诈的暴徒时 选择奋起反抗 还是逆来顺受 所得到的截然不同的结局 也确实令人唏嘘不已啊 据变况团伙的这个洛连顺交代呀 他跟着变况到新菜县 城西南方向二三十公里处 一个收破烂的店主家 准备杀人越货 这时候呢 惊动了这家人 夫妻两个冲了出来 这男的就和变况啊 打开了一起 女的呢 拿着根棍子 就去打这个洛连顺 洛连顺躲开了 女的照着变况的头上 就是一棍子呀 打个变况是头破血流 落荒而逃 这一棍呢 让变况在家躺了一两个月 这对勇敢的夫妻 可以说是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生命啊 由此可以见到 表面上 猙獰可怖的变况 骨子里呢 其实也是非常虚弱 经不起打击的 而大多数死者 则在与变况一人的对峙之中 相信了他 只要给钱 就不杀人的谎言 拱手脚信 结果落得 人才两宫 死于非命啊 真实的案例 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 面对暴徒 只有轻力反击 才有获得安全的希望 而委屈求全 却只会助长恶人的气焰 陷入虎口啊 公安部在给安徽警方 贺电之中指出 此案的侦破 有力的打击了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被人民除了一大害呀 当年三十 林泉县公安局领导 把被子呀 抱进看守所了 陪着便框过年 在外面的鞭炮声中 便框开始交代自己 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审讯之中啊 这个团伙里边 最难对付的 当然就是他们这个老大便框 便框18岁的时候 就开始服刑了 先后在监狱里啊 待了13年 三天时间过去 审讯一度陷入僵局 一向不抽烟的刑警队长刘新 也不停的抽起烟来 尽管便框不开口 他还是耐心的等待着 以往的审判经验告诉他 坚持啊 就是胜利 话说呢 当这个大年三十 林泉全县的公安局领导 把被子抱进审讯室的时候 便框一见 不疑惑不解的又问呢 你们这是干啥呀 副局长高杰回答说 陪你过年 到了晚上 外面的鞭炮声刺激毙伏 变况的情绪忽然就低落起来了 局长李舟看出了他的心思 下令将王雪芹带了进来 还把看守所唯一的彩店 从值班室搬到审讯室 接着呢 给他们夫妻安排了简单的年夜饭 吃完饭之后 王雪芹就被带走了 便框主动的关掉 正在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机 开始交代他犯下的累累罪行了 警方记录显示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便框一人就残忍的杀死了38个人 而且还恬不知识的声称 目标是杀掉100个人 3月14号 在林泉县的看守所呀 有记者来采访 便框这个杀人狂魔 显得特别兴奋 一直黑黑的笑 然后猛然一瞅 抽了一口烟 就问这个记者说 你想听哪一起呀 听着他的交代 记者震惊了 愤怒了呀 便框交代说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 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带着一把尖刀 来到河南省 沈丘县的一个路边的小店 我把门栓给弄开 进屋里找钱的时候 一个女的被我惊醒了 大声喊叫 我先是打了一拳 然后朝他的左肋 连同两刀 见他没了声音 我就抢走了屋里的四百多块钱 在便框看来 这起案件只算是毛毛雨呀 去年11月26号凌晨 便框 用一条黑塑料袋套头 从后墙挖洞 钻进了一家小卖部 将男主人杀死 强奸了女主人 和一个年仅12岁的女孩 然后把他们 给另一个孩子 全部杀害 但是只抢得三十块钱 比这更残忍的行径 还有很多呀 1月10号深夜 便框 福新远 在河南 入南县 砍死一位过路的老师 抢走了他的自行车 结果啊 他们嫌自行车太破 骑了一会儿就给扔掉了 1月17号凌晨三点多 便框 福新远 来到河南省上菜县 张友经营的废品收购站 将其女儿沦陷之后 将房子里八个人 统统杀死 去年的5月10号凌晨 河南新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 便框 洛连顺 携带尖刀 撬棍 手电手套 蒙头等 塑料袋等 作案工具 拨开门栓 进入室内 将一个男子 杀死时候 威逼一名 带着两个小孩的父女要钱 父女说没钱 便框 洛连顺 毫无人性的 就轮奸了他 便框的死亡档案 是如此血腥啊 警方提供的记录显示 杀人 主犯 多是便框 目前 已经查实有41名被害者 被抢劫财物 仅有2万多元 其中 便框一个人 就残忍的 杀死了 38人 从11月24号 到1月25号 短短 两个月的时间里 便框 平均 每两天 到三天 就会杀死一人 上至70岁的老人 下至10个月的婴儿 在便框的刀下 无一幸免 不少家庭 惨遭灭门之灾啊 便框曾经在1986年 因为盗窃 被林泉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1993年 因为抢劫 被河南省孟金县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7年 这一次犯下了滔天血债 他在交代时 恬不知耻的说 我上次蹲监狱的时候 就想出去以后 你要干一点大事 准备在三年时间内 达到一个小目标 杀100个人 再弄一点钱 钱弄多少我没目标 然后就不干了 去做一点生意 便框等嫌犯 反社会的本性 杀人如麻的扭曲变态心理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呀 可以说呀 便框 劣迹斑斑 这些恶行 是因为他对社会 充满了仇恨 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一段啊 在这个警方的审讯记录当中 记录的这个警方和便框的之间的一些审讯的内容 警方说 在一起案件当中 你为什么在杀人之后 要在死诗上留下公安二字 便框回答说 本来 我想在死诗上写的是 死的是他爹 那爹字我不会写 就画了个老笔 写上公安 让公安 上狠劲 跑狠劲忙 我呀 被他们抓不住 就显得他们无能 我就想跟他们交交劲 这时候警方又问 你对做这么多案件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便框就说 我就是想报复社会 杀人灭口 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再要 我就是想弄一点钱 根据便框交代 他在每一次抢劫杀人之后 还要装作旁观者回到作案的地方 亲眼看警方是如何勘察现场的 总结自己的作案手段 便框 这种反社会的本性 杀人如麻的扭曲的变态心理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了危害 但是啊 善恶终有报 天道有轮回呀 不信抬头往天上看 苍天放过谁呀 最后便框 以及他们的团伙 得到了法律 应有的给予对他们的惩罚 2003年 驻马店中级法院 以抢劫罪 判处便框死刑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便框死刑 受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获得其政治权利终身 没受个人全部财产 2003年10月24号 便框等三名被告人 被依法执行死刑